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圣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875集 山门内又是一番景象,知蓝遍地 有的山崖下盘扶着一种神兽 眼眸如闪电,喷波灵机 有的火山中则正在释放璀璨金霞 那是金屋在吞吐灵粹 有的水泽中则跃起苍龙,龙吟动天地 各座山峰当真是宛若仙境 喷波艳艳霞光,缭绕浓郁的仙气 笔至山门那里的两山也不知道强多少倍 路上有不少进化者 不过没人拦阻楚风 他畅行无阻 时至今日又有几人敢进攻太武天尊的地盘呢 就冲五疯子迪迈这几个字 就足以震慑世间 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 五疯子最近复活了 都确信他公餐造化 越发的无人可制衡 前方 电雨成片都是以玉石铸成 流淌仙家气域是名副其实的穷楼玉语 许多宫殿皆悬浮于半空中 在这片地带各种神奇异兽都成为了点缀 金翅鹏鸟与火红雀鸟等盘旋 闲着枝果盘桃等 太武的门徒等则在迎送往来 气氛热烈 楚风来了 走进这片宫殿群 其中有一片银色建筑物 足以罕见的密金筑成 格外的恢弘 那里人气最高 这里是仙雷圣果会的主场地 参会者都很有来头 不少都是一些富有盛名的 大教的门徒弟子等 此外更有高层参与 楚风惊讶 居然看到了一些熟人 那都是曾在三方战场遇到过的 比如孔雀族 佛族 道族等 甚至他还看到了交好的故人 这里英才云聚 有各族的神女 各教的天之交子 稍微一想 楚风也历时明白 这种盛会对这些人太重要了 一些罕见的花粉 异国等 关乎着他们的道国 关乎着他们的前程 因为 在每个境界中 都有公认的最强 最有效的几种花粉 果实 可是 凭一教之力 几乎不可能凑全 演下这种交流会 那就非常有必要了 具有重大意义 为天纵 其才们所喜欢 各族长辈 也是极力满足 帮他们兑换 与交易 最强花粉 与果实等 楚风 仔细了解 也很在意 这次的盛会 居然是 阿布金波古庙的 智慧果 有人在惊呼 显然 那种渴望是 发自内心 难以掩饰的 啊 还有史前 腰黄殿的炼药果 太惊人了 这都能采摘出来 别吃惊 稳重一些 那边还有 长生棍 一气地的神秘花粉呢 有人说道 让同伴注意一些 不要失态 楚风听到这些话语后 也是心中一惊 看来 这次的盛会 含金量非常高 值得注意 因为 他对阳间的花粉异果 也格外在意 早有过深入的了解 知道一些详情 以前 他刚来阳间一段时日 就曾关注过 阳间四大进化权威 期刊的相关报道 其中黑血研究所 曾公开点评一些 富有盛名的花粉果实等 其中 阿布金波古庙的智慧果 史前妖黄的炼妖果等 都赫然在立 好称 各自进化境界 对应的阳间最强果实等 而长生怪 遗弃地 黄球 坟场的果实等 也都在最强果实一列 都为各自进化境界 占据 统治地位的神话传说 据悉 阳间 古代大能 顶级巨布等 其年轻时代 都曾有幸 接触到过 此类的几种果实 所以 各教非常在意 莫不想为弟子准备 更希望有朝一日集权 此刻楚风来了 他面带异色 他不仅想吐掉太武 更是想将这片道场中 所有的最强花粉 果实等 收入囊中 洗结个干净 这位道友 看起来有些眼生 请问你来自哪一教 有何果实需要交换 大地眼中 一个年轻的神王气韵 非凡 满头银色 发丝如谱 面带笑容 看向楚风 客气地打招呼 看其穿着 应该是太武一脉的 核心弟子 实力相当的可观 为太武门下 核心神王之一 我是谁 楚风笑了 带着飞扬自信的风采 他要在今天告诉太武一脉 我是楚风 我来了 今天 他不为交换花粉一果 而是要为太武送上一份重礼 太武 我要当着全天下人的面 送你一口丧钟 楚风面色祥和 随后更是露出灿烂的微笑 向前走去 令师可好 楚风露出血白的牙齿 带着非常灿烂的笑容 从容而镇定的问候 他思存后 没有历史暴露 因为他怕出现意外 太武万一逃了 怎么办呢 不得不说 若是让人知道他的念头 一定会瞠目结舌 震惊于他的胆大包天 会认为他自负自大 太武何人 那可是天尊中的名人 继承五疯子心法 何心传承之脉之一 居然有人怕他闻血而逃 实在是荒谬 只能说 现在楚风太自信了 成为恒王后 他有打破诸天的自信 有辟匿各路出名天尊的强大信念 管他是武疯子之徒孙 还是黑暗源头的后人之一 既然楚风找上门来了 自将通通阵杀 敢阻折皆打报之 满头银色长发 看起来相当英俊的神王 为太武第六图云恒 听闻后相当诧异 不禁多看了楚风几眼 他觉得这人虽然看起来年少 但却很稳重 也很自视 更有些老气横秋 竟敢这样同他说话 宛若一个长辈 在面对子侄 这让他觉得相当的荒谬 这人分明是少年身 那种蓬勃的生机 那种黄金萌芽阶段的神魂 很难遮掩 生之气息浓郁而惊人 这在进化领域中 是可以作为判断年岁的一平 当时年少之身才对 武师有幸 被允许踏进北方祖庭 或能求来几株绝世大药 满足各家道友所需 一两日内便会返回 云恒达到平静而自然 他没有自视为太武核心弟子的身份 不曾斥责楚风 却也于不经意间 突出自身一脉的超绝地位 没有人可以小觑 当仰视才对 他所说去北方祖庭 都不须多想 自然是指 前往最北端的五疯子复苏之地 这彰显了某种无敌的抵御 此行要去求取大药 也说明一些问题 因各教各派所需 太武会在五疯子做官地 采摘无上大药 令人敬畏 楚风并不惧 反而笑了 他正要服侍所有的奇异花粉呢 五疯子培育出的鲜雷圣果 显然不凡 太武道友辛苦了 无等感谢之 楚风的灿灿笑容 显得很真很诚挚 然而 这却让云恒越发惊讶 这少年到底是谁啊 居然一而再的这么说话 当真是师尊的同辈人吗 敢问贵客 您出自哪一脉 还请赐告明慧 云恒问道 他不敢过于自视 没有再拿师门祖庭来头 来彰显如今太武一脉之盛况 我之名 早已山川同宿去 不提也罢 默默无闻 只是曾与太武道友 结交于年轻时 也算是故人 叹息 我还蹉跎于天尊领域下的时光中 而太武兄他却早已踏足 明动天下 今次来不过是一往昔 甚怀念 故此仿有 云恒闻之 多是一脸郑郑之似 这少年其实是一个老妖怪 那样的话 多半扶食过了了不起的大药 补足自身老化 而导致的血气枯竭之缺 云恒认为 这种人注定会非常可怕 有了再次冲击天尊的实力 几乎算是活出第二春的怪物 后级勃发 一旦冲冠 或许就是绝世天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